妻子发给小三的一段话 让丈夫跪地痛哭 有这么一位原配送给小三的一段话 真的是太解气了 大家可以听一听 小三插足了她的婚姻 公然的住进了她们的婚房 还嚣张的挑衅原配 甚至是拿着男人的手机 给原配发了她们的亲密照片 任何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都不会淡定 可能会发了风俗的去找小三 但是这位原配表现的却很反常 她淡定地保存了她们的亲密照 并且发了一段话给小三说 正愁这双烂鞋怎么办呢 继续穿吧 不合脚磨得脚疼 扔了吧又可惜 刚好你来了送给你吧 慢慢地秀吧 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她对她的老公说 你想要和小三交往随便 但是你必须净身出户 房子车子票子孩子都得归我 既然你想要舒服 那么你就要为你的舒服 付出应有的代价 事后呢 这个原配利用小三 给她发的亲密照去打官司 成功让男人净身出户 现在男人没了钱 后来呢也是和小三分手了 男人是恨透了这个小三 天天跪着原配求复婚 这就是当小三的下场 男人不负责任的报应 觉得这个妻子做法对的 点个赞吧 你们认为这个妻子 会原谅这个男人和她复婚吗